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想想看如何预防山火 或者土石流这些灾害 到了山区旁边的房子 在讲这个以前,我必须提醒一下民众 在国外,在亚洲,大家都觉得 认为住在山上空气比较好 在美国,尤其是加州 天气非常干燥 所以你想要买房子 要买在山区的时候 你最好问一下你的保险经济 因为有些保险公司会测量出来 看到山区以前烧火的历史 有些保险公司说2000尺 有些保险公司设了1000尺 离山1000尺,我们根本就不去 就是我们不会去卖这个保险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心里有个数了 因为这个时候以前一定是 在火灾厂商发生的时候 造成很多居民的困扰甚至灾害 那如果你已经住在山区了 你没有办法临时 这个赶快把房子卖掉更换的时候 你也喜欢这个地区的时候 我建议 不光是我建议 政府有时候也会给你一封信 说希望你能够保持clearance 你家的后院如果是山的话 它有几百尺以内 它希望每一年的夏天的时候 你就要用除草把它除了干干净净 并且把收据或者照片送到官方 否则的话 他们会给你特别要罚款的 如果你没有收到这一封信 如果你家后院很多干燥的树 木啊 尤其死掉的一些干树 已经树死掉了 请你赶快把它挪移 把它砍掉 那这个时候呢 通常是大火烧过了几个月 每一年在加州的时候 大概二三月 就是清风大雨 各地都有好雨成灾 这时候就会发生土石流 土石流是在加州 在山区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种灾害 而且我在这里提醒民众 没有一家保险公司 一般正常的保险公司 是没有理赔的 火灾什么通用都可以赔 破坏啊 火烧啊 风灾都赔 只有土石流 保险公司通通都拒绝理赔 这个时候民众呢 要看一下 你家里是不是要盖一个叫retaining wall 这个一个墙 短墙呢 能够保持这个 让土壤不会倾倒下来 这种一种短墙 这个有必要的 第二个 水管附近的下水道 一定要保持清洁 能够引导这个土石水下来的时候 能够引导它下去 保持这个土石流 第三个呢 就是每一当 听到这个大雨 沉灾的消息的前一两天 你要去跟附近的消防局 警方去联络去领取沙袋 如果你平常已经有这个沙袋 那当然是最好 把你家后院重要的部分都要布满沙袋 可以避免这个土石流的倾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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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